好 咱们继续开始 下面我们有点时间聊一聊KVM的相关优化 KVM优化的话也是存三个方面 CPU内存和IO CPU内存和IO 其实可优化的点不多 只是说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概念 你要的意思吗 介绍一下相关的概念 因为可优化的点说实话 并不是那么多 好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CPU CPU的用法 看哪个图 看这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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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些 说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像Intel X8U系列的话 我们把这个处理器的防御级别 划分到四个等级 Ring0到Ring3 是吧 0123四个等级 那么Ring0的话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内核态 我们经常说内核态用户态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内核态 它的权限最高 它可以访问周边的外设 访问硬件 对访问硬件 然后呢我们的应用是运行在Ring3 那么它是用户态 这就是说它对做一个权限的权限的隔离 就是你用户是不能直接操作硬件的 对吧 用户不让你直接操作硬件 而是 那么你像我们用户 如果想要硬盘里一些东西呢 它要执行一个系统调用 就那个操作系统和系统调用 那么那个系统调用 你执行那个系统调用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进行切换到内核态来进行运行 那么这个切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上下文切换 上下文切换 这也是一种上下文切换 大家还有别的上下文切换 好 就是用户态和内核态的一个切换 好 那么你想我们现在是虚拟化的一个状态了 虚拟化了 我们的系统机的操作系统是工作在这个Ring零上 那么客户的操作系统就不能工作在这个Ring零上 但是这个客户机它不知道自己工作在Ring零上 这就会 这又会很麻烦 这又会很麻烦 所以说 那么这个Intel的话 它就提供了我们刚才叫做什么 Intel 就是说VT-X 那么这个VT-X的话 它就是来帮你进行这个上文切换 就是这个contact-switch这样的一个操作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人家这个物理机的特性 所以说为什么要求我们在那个BIOS里面去开通这个虚拟化的选项 就是因为这个VT-X 这没有什么可用化的 就是说你必须得开通 就是说这个概念 你得知道这个VT-X帮你做的什么 就是说帮你做的就是这个加速这个上上文切换 明白我的意思吗 加速上上文切换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讲了 KVM是一个进程 KVM在我们讯息里面它是一个进程对吧 是一个空谬的一个空谬KVM的一个进程 那么既然是这个进程 我说这个进程需要受到CPU的调度 那么对于一个多块的CPU 那么这个进程可能会被调度到任何一个CPU上去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给大家有没有给大家讲过CPU缓存呢 讲过 那么CPU有1级2级和3级缓存 对不对 1级2级和3级缓存 那么CPU的1级缓存是用静态内存做的 然后2级缓存是用高速的动态内存做的 然后还有3级缓存 那么CPU的缓存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用来把CPU经常访问前数据放在自己的缓存里面 为了我下次再访问的时候更快 对不对 好 现在我这个进程在CPU1上运行了 然后下一刻被调到CPU2上运行了 那么我在CPU1上的缓存 到CPU2了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这就是开始miss 是不是 缓存失效了嘛 它没有命中嘛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性能就会受到影响 这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的话 它的缓存的命中率降低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干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KM进程绑定到某一个CPU上 只要是在这个CPU上运行 不让它掉到别的CPU上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减少它的cash miss 这没问题吧 减少它的cash miss 这样它命中率就高了 那么来提高它的 来提高它的性能 好 那么我们要使用这个task set命令 来做这样的操作 task set 看怎么操作 task set 看怎么用的 首先 直接扛PID指定进程 对吧 扛PID指定进程 然后扛C呢 扛C呢 扛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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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说了显示或扛经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QM 进程号是6573 Task 扛P 6573 扛C 你看 它这个CPU 它可以是一个例子的 比如说你可以写多个 比如说写0 诶 是什么上吗 这样写的 刚写错了 扛Cp 然后0 这是CPU 然后后面是进程 你看啊 当前我这个6573 它会在0到3上来进行调度 是吧 你看现在呢 它只会在0上 看到没有 它提示你了 只会在0上 就是 这样的话就能实现什么呢 让我这个PVM这个进程 只在0上来进行运行 这样的话能减少开真miss 性能能提高 百分之 不但百分之十 但已经不少了 啊 性能能提高不少 老师 你指这个0到几次逻辑CPU 还是新的 啊 啊 啊 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的话 它就一个物理CPU的多 和它们这个环存是共享的 啊 所以说 不太需要关系这个问题 啊 你可以指定一个 物理CPU上 也可以指定到一个 CPU的一个 kernel上 它都没有关系 啊 只要指定那就可以 好 这是这个CPU CPU能调的就这个了 但是你想呀 是不是又不灵活了 你还得去 去去 绑定 啊 但如果你要 你要装一个agent的话 你可以 去自己做一些算法 能把每一个进程都绑定到 啊 固定的CPU上 因为你绑定之后 你这个CPU使用率肯定就 不平均了嘛 对不对 所以那你肯定 带着自己的一种办法来实现 这个 要很多公共云的话 它能帮你来实现这个 它们内部肯定要再做一些 算法的一些调整 对吧 要不然就不平均了 好的 CPU的 呃 然后内存的 呃 内存也 能 能用化的很少 但是我们 呃 需要开启这个 内存的这个 呃 我们叫做 EPT 我们要去开 要设置那个 这个内存的这个 EPT技术 呃 EPT 这也是我们在 BIOS里边去 去开通的 那么这个 EPT的话 是干了什么的 它是加快 呃 这么说吧 我们的 EPT内存是虚拟内存 没问题吧 是不是虚拟内存 这虚拟内存 包含物理内存和交易分区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KPM虚拟机是一个进程 你看啊 进程里边有一个虚拟内存 物理内存 然后这个进程外面是一个虚拟机 但还有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 你想你这个映射 你这个映射的时候 它真正在在运行的时候 发挥内存的时候 第二层 呃 进 PVM虚拟机里边呢 虚拟内存到物理内存 这个物理内存又是过虚拟机的一个虚拟内存 然后它发挥到虚拟 物理机的虚拟内存 然后再映射到物理机的 物理内存 它能快得了吗 是不是 它能快得了吗 所以说 英台有开发一种技术 叫做 EPT 那么它来帮你做 这样的一个加快 它这样的一个映射的一个操作 这是EPT 大家有兴趣可以深入看一下 深入的去看一下 你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这东西你没有什么调的 就是BIOS里面打开就行了 内存还有两大块 内存的话 一个是 还有一个就是内存的 然后 寻止 怎么加快这个寻止 简单的说就是使用大业内存 加快内存的寻止 使用大业内存 你看我们看它 POC Memory Info的时候 它有后续配置 你可以让它配置大业内存 什么叫大业内存 就是你想你想我们默认内存是分页的一页一页四零九六K 对吧 四零九六K 然后呢 你分给虚拟机你想 这个虚拟机 你是不是可以 你要按照四零九六K分给它的话 就太小 你可以分给它 按好几兆好几兆这么分给它 两兆 几兆几兆这样的方式分给它 那么对它来说 它寻止会更快一点 寻止会更快一点 这是这个大业内存这一块 以前很麻烦 现在的话 系统操作系统也做了很多的操作 你还不需要去什么挂点什么大业内存 什么什么的 我想想啊 使用大业内存大概可以提高10%以上的性能 这个对虚拟机的性能提升 我看现在咱们这是什么 Cat Sys Kernel MM Transpages Enable 现在就是现在就开启的 这个这个这个是另外一种技术啊 这个是刚次代用 这是另外一种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进行内存的合并 进行内存的合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操作系统有一个内核极的进程 它干什么呢 它会去定期的去扫描内存 把连续的内存 把它合并成一个 两兆的 两兆的大业内存 它会把连续的合并的两兆大业内存 减少了什么 减少了 减少了什么 减少了内存碎片 是吧 感觉好 这词用的好装啊 是吧 但本来就是嘛 本来就是减少了内存碎片嘛 就把它合并起来 让的话 它的性能会更好 那么这个你看默认也是 默认也是开启的 对吧 默认也是开启的 好 这个默认也是开启的 就没什么可说的 我看还有什么 还有素质机的内存合并 这个基本上我们用的少 内存的大概就是 我们要做的其实不多 都是系统帮我们做好的 我们要做的不多 然后Io的 Io的我们要做的几乎没有 就是你看我们默认情况下 它是使用的Volt Io 看到没有 我们默认情况下 我们的词盘就是使用的Volt Io 这个Volt Io的话 它就是一种半虚拟化的技术 就是说让词盘知道 你是运行在一个虚拟机里边的 这是一种半虚拟化的技术 这个技术的话就是纯理论的 大家有兴趣 我觉得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为它纯理论的东西 说也说不出话了 说实话 但这一块Io这个层面的话 我想想 现在讲也行 后面我会也会讲也行 就是说我们以后肯定会讲了 这个什么呢 Io的调度算法 Io的调度算法 或者叫做电梯算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都是机械硬盘什么 机械硬盘这个 随机读写和顺序读写哪个话 顺序读写 你们都知道 因为它这个磁头 给它盘片来转是吧 磁头来去访问 那么你顺序的读的话 当然是读得很快 你随机读到这读到那 肯定是会很慢 所以说那么我操作系统的话 它就有一个Io调度器 这个Io调度器 它的总体目标是希望这个磁头 总是往一个方向运动 这样的话可能性能会更好一些 你想我们现在 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Io的调度算法 我们来看一下 Kat Sys Block Block什么呢 SDA 对列 Schedular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Io调度算法 你可以看到有 目前有三种 因为我这是Cyndo S7 在Cyndo S6的时候有四种 但目前的话Cyndo S7的话有三种 包括Cyndo S7默认的也变了 变成Deadline了 Cyndo S6默认是CFQ 那么这就是Io调度算法 那么这个在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调优的一个重点 我们先说这几个 首先是nope 什么叫nope nope就是啥也不干 nope就是人家不调度 nope 明白 就是按 他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一个 FIFO的一个对列 我什么都不干 你就该怎么请求 怎么请求 这样明映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又有nope呢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如果你的磁盘是SSD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Io调度设成nope 这样的话你才能取到更好的性能 明白的意思吗 因为你想啊 sd本来就很快 所以nope它就是为专门为那种闪存设备 sd设备来发明的 你不要配置 我强调一点 调优的一个技巧 就是SSD硬盘 一定要帮你的射成nope 但你看到没有 这个对列它是针对磁盘的 你看到没有 你看我的sd看到没有 那有sd比sdc 你要单独设 明白我的意思吗 它不一样 针对磁盘的 然后我们先说这个SFQ 这个SFQ的话 它是完全公平的Io调度程序 就这玩意 它既然让大家都很公平 所以说它试图均匀的分布 这个Io的一个访问 那么之前的话 SFQ的话是我们SN6的时候 它是一个默认的一个 一个调度算法 但是呢 对于通用的服务器来说 比如说像桌面什么的 可能这个SFQ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SN6S7 又改成了这个 Deadline呢 对吧 你看这个SN7默认 你看我们的方法是Deadline 这个Deadlin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想这句话怎么来解释啊 百度出来不好理解你知道吗 我们拿这个理解一下吧 Deadline嘛 就是 还是一个截止时间调度 调度程序 或者最后期限算法 这这样说 好像也没问题对吧 也没问题 它是使用了四个队列 两个队列 分别包含读请求 或写请求 其中请求根据善区排序 我看啊 直接就看 就是他的目标是 避免请求 避免请求被饿死 避免请求被饿死 就是说 我看啊 还是这个好理解一点啊 这个最简单的好理解一下 就是说防止写写操作 因为不能被读取而饿死的一个现象 它是一个截止时间的 现在的话 你看427它已经是默认成Deadline了 你像一般的话 我们会给数据库去设置上Deadline的算法 那么它会比较优一些 因为数据库的话 它就是读多是吧 读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会使用Deadline IS你不用看了 现在CNOS 7的话已经没有了 只有这三种 Nope Safe Nope SafeK 和Deadline 那么我们现在也不需要挑由 只要你使用SSD的时候 把这个方法设为Nope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需要变 怎么设计就是Echo Nope 然后把这个你磁盘的这个 你看队列 然后Schedule 调漏系统里面 放到这里面 还有一种有扭改的方式 就是说改这个什么呢 内科参数 一般的话你使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可以的 实在不行 你放在IoC的Local里面也可以 这是这个Io调度 大家可以 我觉得有兴趣可以好好的再去 再去看一看 不过 怎么说呢 还有些作用吧 我觉得 好 这是Io调度 因为以前需要调 现在不需要调了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KVM Io这一块 它有一个 因为我们有了训维机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Cash层 这个可能就会 又会 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Cash层 导致的 就IoCash 那么在我们 你先看我们这设的是啥 我们来找一下 Io 这不显示吗 好 这看这个图吧 那么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写 应用程序 在写次盘的时候 要经过一层PG Cash 是吧 就这样 我刚刚对方给大家讲过吧 就是在内存里面 有一个磁盘的内存的缓程区 是吧 你要写在这个PG Cash里面 然后呢 才 后面有个进程 把这个数据 脏数据写到这个 刷到这个硬盘里面 对吧 但我们使用了训维机之后 那么就会经历过 两层的这个PG Cash 一个是我们训维机这一层的 一个是我们物理机这一层的 好 那么现在就有个问题 这 你是 是否经过 是否经过 那么 你还在有几种算 有几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叫做 叫做VitBike 那么这种算法 它是同时使用了 虚拟机和物理机 这两层的配置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会 会被开始两层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虚拟机突然间断电了 你这个数据的一个 一致性的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还用这个 然后剩下的的话 其实都会热过 都会热过 这两种 都会热过 热过这个 物理机这一层的配置开始 直接把数据 刷到这个磁盘上 那么KVM KVM默认的 应该是这个 VS路 是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 它可能不是最安全的 嗯 嗯 就是说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它不会再乘数据不一致 对吧 因为它没 因为它直接写 但是呢 它性能它就差了 就是它不经过这些开始 你看你训绩都跑了啥 你觉得 对吧 你们的业务 比如说 就外部站点就访问一下 觉得这个不影响 那么 你对 出于性能的考虑 你可以改成这个 Redbike 这样的方式 那么它的性能是最好的 但是我刚才说 它经过 它要经过两层开始 那么你看 在这开始一层 在这再开始一层 两层配置开始 那么它的性能是最好的 但如果突然间这个物理机断链 那你丢出的数据 就会 会多一点 对不对 你看数据还在这个 迅速的配置开始里面 你更别说这个物理机 这个层面 就是物理机突然坏了 突然断链了 那么你丢失的数据 会多一点 对吧 但是 它死路的话 你丢失的数据就 不会多 但是它性能就差 它直接绕过这两层开始 直接 绕过这两层开始 这是我们需要 你知道的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一般的话 面试的时候会问你说 我KVM做IOU化的时候 我这个KVM这个IOU开始 都会经过 都会经过哪几层 然后你会告诉他 要经过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我这个虚拟机的 这个配置开始 还要经过我这个 House的OS 就是我这个 宿主机的这个 配置开始 然后呢它有三种方式 RedBank 然后 Nan 然后 三种方式 那么 RedBank的方式就是 性能最 性能最好 不安全 两个的使用和 那种方式就是说 性能 性能不好 但是非常的安全 啊 就 就这个意思 啊 你说这个也没有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这个 方式 因为 你就其实默认的话 使用默认就可以了 保存数据的一致性 这是KVM 默认的